你的是很轻很轻 两个人轻轻的一提就提得动 个比较小一点 但是保存的相当的好 皮肤什么都是软的 这关节都可以动 河南安阳160岁老人死后 三年肉身不腐 浑身肌肉富有弹性 头发指甲全部保存完好 就连最容易腐烂的眼睛 都还炯炯有神 专家看后直呼 和他对视我直冒冷汗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老人真的羽化登仙了吗 1998年9月21日 位于河南安阳灵宝的佛祖庙中 一位名叫吴云青的老人 安静地离开了人世 这本来是个平常不过的事情 但老人生前留下的遗言 就让这个地方成为了 一个名声颇大的景点 吴老对自己的徒弟说 我死后别把我埋在地下 找一个缸让我坐进去 如果三年后我的肉身没有腐烂 那就说明已经羽化登仙了 如果这些话出自别人口中 或许大家会觉得不可思议 但吴云青不一样 他生前是一名长老 并且一直保持着吃斋念佛的习惯 打坐拜佛念经 就是每天要进行的步骤 还有一个传言 吴云青老人生前竟然活了160岁 正是这一系列神奇的事情 让周围的村民对吴云青增添了几分好奇之心 所以当三年肉身不腐的事情 从他口中说出来时 很多村民还认为极有可能 就这样 大家在吴云青死后 将他坐着放进了一口缸中 其实这种藏俗 咋子道家佛家都有过先例 他们的说法是 钢葬的密封性更好 会让自己的肉身保存的完美无瑕 马上到了下葬那一天 对于普通村民来说 这样的葬俗是非常罕见的 所以十里八村的人都过来看热闹 大家嘴里议论纷纷 对于三年后开钢的传言也早有耳闻 所以基本都在猜测 三年后吴云青的肉身到底会不会腐烂 在兑现三年之约的时间内 所有人都期待着结果会是什么样 吴云青真的会羽化登仙吗 可就在距离三年还有九个月时间的时候 两个神秘人拿着工具 就闯进了吴云青进行肛脏的地方 他们竟然要提前开钢 这两个人又是谁呢 原来当时吴云青老人去世的时间正值酷暑 领保的工作人员考虑到三年后亦是如此 害怕开钢后尸体迅速腐烂 所以就提前了九个月准备开钢 由于当时封钢时用巨大的石头给压住了 所以开钢工作一直持续到了晚上 终于经过好一番折腾 他们看到了最底层的东西 吴云青老人的肉身真的会不腐烂吗 河南安阳一百六十岁老人死后三年肉身不腐 浑身肌肉富有弹性 头发指甲全部保存完好 就连最容易腐烂的眼睛都还炯炯有神 专家看后直呼和他对视我之貌冷汗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老人真的与话登仙了吗 就在大家苦苦等待三年之期时 两个神秘人却先人一步 偷偷溜到了老人的院子中 想要提前开钢检查尸体 这两人究竟是何人呢 原来这两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当年帮助吴云青下葬的工作人员 由于这个事情在当时传遍了大街小巷 工作人员害怕三年之期到时 他们得不到自己心里想要的结果 所以就在两年零三个月的时候 提前打开了钢 工作一直持续到了晚上 他们终于看到了当时在钢上面留下的玻璃 拿手灯往上面一照 首先看到的是密集的水珠 这说明钢内有湿气 这让所有人都失去了信心 但接下来的情景 却令所有人大吃一惊 之间无脑端详地坐在钢里 额头顶住了钢的侧面 尸体丝毫没有腐烂的迹象 甚至肌肤都是有弹性的 颜色大致为红里透点黑 更让大家汗毛直竖的是 老人的双眼炯炯有神 目视前方 似乎在盯着什么东西一样 第二天一大早 他们小心翼翼 将无脑的尸体运送到了博物馆 然后将老人肉身不腐的消息给传了出去 一时间 这座之前不算知名的城市 成为了许多老年人的打卡圣地 大家都想见识一下肉身三年不腐的老人 有的甚至还特意上了乡 祈求家里风调雨顺 而本村的村民也目击善款 为吴云青老人建了纪念塔 慢慢的河南安阳160岁老人肉身不腐之谜 传遍了大江南北 许许多多专家们也赶到现场 想要从科学的角度去分析一下具体的原因 但当他们看到老人的第一反应 全部都是汗毛直竖 因为他的眼神简直太犀利了 这根本不符合常理 甚至有的专家还说 和他对视我直冒冷汗 很难想象这是一名160岁的人 死后三年的样子 河南安阳160岁老人死后三年肉身不腐 银发白须清晰可见 坐立形态完好生动 就连眼睛也保存得相当完美 专家和其对视后直呼 看着他的眼睛我直冒冷汗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当这个消息传遍整个领保后 许许多多的村民都来围观吴云青老人 于是河南大学的教授们组成了一支考察队 想要对吴云青老爷子肉身不腐展开详细研究 干湿的保存是需要极其严苛的条件的 但这个老人显然不太具备这些条件 那他是如何变成干湿的呢 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 当地另一个说法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 那就是老人活了足足160岁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专家们希望将吴老的尸体进行检测 但难题也随之出现 一般测年龄的方法只能用到六七十岁 再往后的话没有了参考价值 由此专家推断活了多久和肉身不腐 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但造成他活了多久的原因 很有可能就是谜团的答案 由于是常年素食为主 吴云青的身体里并没有什么细菌的残留 但仅凭这一点还无法解释 专家们又找到了吴老的后人 他对专家们说了下葬时的具体情况 当时随着吴老一起入缸的还有一盏油灯 这让专家恍然大悟 灯可以充分消耗掉密闭空间里的氧气 使所有的生物都停止生命体征 这个时候从吴老身体上提取的化验结果出来了 专家说吴老身上已经呈现一种完全干湿的状态 只要保存空间里没有过多的细菌 是不会将吴老的尸体给腐蚀的 肌肉里只剩下了纤维组织 没有细胞也就意味着没有真菌的存在 所以吴老的尸体不仅现在不会腐烂 在今后的几十年时间里 只要没有什么大的变动 几乎是不可能腐烂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